今天是哈马斯发动大屠杀的第七天 我要带我们一起来关注 以巴战火 双方到今天的死亡人数已经直逼3000人 情况越来越棘手 为什么 以色列已经预告开战时刻逼近了 下达最后通牒要加萨北方上百万人赶快撤离 还有更麻烦的 伊朗跑出来点火 要伊斯兰国家群起对抗以色列 倒数24小时 加萨走廊会不会变成人肉绞肉鸡呢 好 俊阳国还有观众朋友 现在目前以巴战争加萨走廊已经是乱成一团 那以色列已经正式跟联合国通报 希望联合国也告知加萨走廊当中 他在这个河以北的110万人 通通在未来24小时之内要往河的南边离去 为什么 因为俊阳国来我画一个简单的地图 这是以色列跟加萨走廊 加萨走廊在中间这一块这里 他是说在这个河的北边 在这个瓦迪河北边的这一块 100万人 24小时的时间让你往下退 退到南方之后 24小时以后就不顾生死 所以也显然 现在目前以色列将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还有地面部队整个要挺进去了 他告诉联合国 他也告诉在加萨走廊的这些人 但观众朋友 以色列大概有900多万的人口 70年前就有80万 现在增加到了10倍 那加萨走廊呢 巴勒斯坦这边的人是200万 可是真正哈马斯还两三万人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今天攻击 攻击到的到底是平民 还是哈马斯的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 你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以色列现在要血再血长 一夜还演的动作 已经告知全世界 也告诉加萨走廊 但俊阳哥 他已经集结了这么多的军队情况之下的时候 现在两边互相控诉 巴勒斯坦说 等一下以色列你是只能拿什么东西 来攻击我们巴勒斯坦的 你说你要打哈马斯 可是你攻击的都是我们 难道每一个大楼都是哈马斯在住的吗 然后你使用白鳞蛋 白鳞蛋是联合国要求不能使用的 因为它基本上 第一个毅燃 第二个会伤害人体 第二个它的粉尘在空气当中 对有生命的有机的 包含动物和人 都是相当严重的伤害 所以画面在这个推特上面 大家都看到 以色列是否使用白鳞蛋这个事情 也受到国际的关注 我必须要跟观众朋友讲 因为这题我讲相对严肃 因为这是一个悲剧 那现在以色列一定要 全面的反击 要写在写场 可是以色列的这个动作 美国的政府 拜登总统他是支持的 但据像个 还有观众朋友 不是美国 美国人都同意 哈佛里面有很多的学生 跟社团他们也反对 包含了 在这个总进攻之前 通告联合国 然后呢 也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总理也召开国际记者会 跟大家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写在写场 因为我们的小孩都被杀了 对 我们的平民都被杀了 但是总理开记者会 赫佐格总理开记者会的现场 来自于世界各地 特别是 跟以色列算是同盟的 美国跟英国的记者 他们居然是不同意 以色列这样做的 所以包含CNN的记者 跟英国的Danser的主播 都在问总理说 你这个做法 基本上是屠城 而且你会杀到平民 无差别的杀 你就杀到平民了嘛 因为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再讲一次 巴勒斯坦有200万 加上找了200万的居民 里面只有3万是哈马斯 那你要110万全部往南撤 那中间有很多都是平民嘛 那撤不走怎么办 就被打死 所以呢 其实西方的媒体 也有这个不同意见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提完 要总理更生气 他们出示照片 你没有看到我们小孩 正在被人家屠杀吗 还被砍头 他出示 以色列的总理 出示这个小朋友婴儿照片 我把他马起来 太残忍了 他说哈马斯 屠杀我们以色列的婴儿 你还要我容忍吗 我们一定要去对抗 跟血在血场 所以这个事情呢 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以色列能源部长 在最后通牒24小时的时候 他说出了这句话 绝对要撤 而且绝对大反攻 除非交还被绑的人职 不然你们得不到 恢复供应的水电燃料 你什么都拿不到 你就算留在加萨走啦 那也是一场炼狱 但伪汉 我们现在更担心的是 这件事情的发生 事情棘手在这个地方 伊朗 伊朗跳出来 点火了 他就出来号召 出来召唤所有的伊斯兰的 这些国家群体反对 以色列 这场战局 会不会太刺激了吗 对 现在看起来会比较麻烦 就是当美国已经出动了 两艘的航空母舰打击群 去到了这个周边的海域的时候 他其实是希望各界都不要 有再更多的动作 包含了在泥巴嫩的这个真主党 你不要再有动作了 但是呢 这个真主党目前没动作 俊杨哥 以色列现在目前群群激愤 他必须有所动作 你看短时间之内 也集结了三十万的后备军人 对不对 全世界各地以色列人都要回去救国家 那因为他们的这个国民被杀 婴儿被杀 他们很气愤 所以不是只有对加萨托拉 以色列昨天直接攻击了叙利亚两座机场 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讯息刚刚出现 所以还没有办法很精确告诉你 目前我所看到的资料 他是攻击这两座机场的跑道 让这两座机场 不能够再有任何运辅 对 他不是说可能没有人员伤亡 那为什么打跑道 俊杨哥 为什么 就是希望这两个机场失去作用 为什么要他失去作用呢 就是他怀疑上一波 这个哈马斯 五千颗的火箭弹 来攻击以色列的过程当中 那些军火可能就是 透过这两个机场送过去的 哦 断他的后人 对啊 你后面再给我补给 我要怎么办 就先把这两个机场给停掉了 就是叙利亚的两座机场 大马斯格 他把它炸了 跑道炸了 希望没有炸到人 也没有什么技术人受损 那另外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生气 因为以色列他有拍到很多照片 许多以色列人被屠杀的现场当中 居然有这个 就是伊斯兰国的 ISIS的 这个黑旗 他说 所以这个跟回家世界是有关的 跟这个伊斯兰国是有关的 但是你要知道 当以色列他 去全面的要去攻击 要打加萨索兰 打哈马斯 而且还打到了 薛里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伊朗的总统也跳出来了 他说 这是我们伊斯兰 跟阿拉伯国家 必须要反击的时候了 所以你看这个战事 有可能会直接扩大 那这个扩大还不止 在我讲的那个区域 已经牵扯到哪里了 观众朋友 这一次的这个哈马斯的攻击 第一个 他所使用的武器 透过这张照片 因为他有其中很多张照片 一对比又发现说 好像是北韩的武器 是北韩的F-7火箭炮 所以你哈马斯跟谁买的 北韩 那北韩现在需要有一些钱 是不是真的 我们后续再看 是不是北韩把他的火箭炮卖过去呢 第二个 你在攻击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第一天就可以发射了 5000枚的火箭炮 那你发射那么多的理由是什么 观众朋友 现在一看才知道 两边 你这边的铁穹系统 你的造价 跟他发射的火箭炮的 那个价差 俊阳哥你知道差几倍吗 差几倍 差了150倍 所以 这边我们形容 他们哈马斯的发射的 这个所谓的飞行的铁管 是比较廉价造价的 非常廉价 但是你一枚铁穹出来 那是贵 50倍 150倍 150倍 因为呢 那个哈马斯打出来飞 但现在军事团上看说 大概一枚也就300块美金 台币大概1万而已 可是呢 你这个以色列的 拦截火箭弹的这个成本 每一枚大概是5万美金 也就是台币150万啊 所以差了150倍 那你为什么打那么多 算9成被拦截以后 他会消耗以色列 目前铁穹的这个库存 以及消耗你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这个 你的金钱 你的资金 因为光是为了拦截 这4000美 因为拦了很多嘛 大概就花了60亿元了 所以呢 这对以色列来讲 也是个非常 巨大的消耗 好 我今天晚上给我们看到的是 最新的一个警示 让我们好紧张 倒数24小时 最后通牒 加萨北部百万人 你来得及撤吗 撤不了 这个地方就要攻进去了 会不会变成了 人肉绞肉鸡 在我们视讯的现场 观众朋友 我为大家邀请到 是加萨的媳妇 台湾人 冠云 冠云人在我们的线上 冠云告诉我 你的婆婆 你的公公 你先生那一边的家人 都在当地 他们开始逃难 是怎么样的步步惊心呢 我们现在正在谈话的当下呢 我在加萨的家人 也正在逃亡当中 其实他们的房子 在两天前的时候 就已经被 以色列的空袭 给整个都炸毁了 他们告诉我们 形容当时的状况是 他们接到通知说 大家要赶快撤离 但是其实炸弹 已经开始轰炸那一区了 那包含当时 以色列军队也使用了 其实在国际法上 是禁用的白鳞蛋 所以他们到处 那个社区 全部都是失火的状态 包含逃出来的人 是由我的公公 我的婆婆 我的嫂嫂 还有五个小孩子 五个小孩子 分别是十岁八岁五岁 跟两个双胞胎 弟弟妹妹都是两岁 所以他们是三个大人 带着五个小孩在逃跑 所以我的人都还活在恐惧之中 我刚提到他们的双胞胎小朋友 连续大概好几 二十几个小时 小朋友都没有哭 也没有说话 那我们现在在谈话的当下 其实在一个小时之前 我们又再次接获通知说 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 大概比较靠近北方 那以色列军队又推出消息说 北方的加萨 将直接都被轰炸了 所以现在所有 在北方的加萨居民 都正在想办法要离开 撤离到南部 他们是无处可逃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从一个房子 逃到下一个房子去 能够活过一个小时 就是一个小时的这个状态 因为基本上 以色列已经 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说 他们将加萨是 全部重新封锁 我现在强调是重新封锁 是因为在十月七号之前 加萨并不是自由的 在十月七号之前 以色列已经在加萨 实行了超过了十五年的军事封锁 但是现在他们除了被关在这个 被索尔学者称为露天监狱的 这个加萨地区 同时还被接受 无差别的轰炸 那他们现在所有在逃跑的人 是尽量能够找到 今天可以存活下来的下一个地方 他们所有人都有形容过 这是有史以来最艰难 最艰困的意思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原本大家都以为那是最困难的战争 那时候那个战争持续了五十一天 造成了超过两千名的巴勒斯坦人上升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空袭轰炸 才五天而已 就已经超过一千两百人 而且这个数字在今天晚上还在节节上升 超过一千两百人以上的巴勒斯坦 在加萨的人上升 这里面超过三百多个都是小孩 有很多是婴儿 他们唯一一个还正在运作的医院的院长 已经向全世界求救说 他们的电力大概只剩下 不到四到六个小时可以供电了 所以很多还处在紧急救援状况 在医院急救的那些病人 也可能在今天他们就没有电力了 好谢谢冠云 我们也为百姓祈福 今天很多人都在问 已经36万的以色列坦克大军 布在加萨走廊的外围 重重包围就等一声令下 那接下来加萨会多惨 那就得看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夏隆 夏隆是谁 他是以色列前总理 他是屠夫 他也是战神 他虽远必诛 他十倍凤凰 中博来告诉我们 以色列要怎么发挥 夏隆的推土及精神 这一次让哈马斯没有明天 现在外界都在看 到底以色列对于加萨走廊的问题 会如何处理 我们晓得以色列呢 他们犹太人的飘汗作风 他们一向是加倍奉还 换句话说 10月7号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这样的一个 屠杀老百姓的行动之后 以色列现在决定 要把加萨走廊整个收回来 我们晓得他们现在是陆空夹击 空中的部分 他们派出了很多的战斗机 并且以这个飞弹 来摧毁加萨走廊的很多的一些 他们认为哈马斯领导分子 一是藏匿的建筑物 但现在他们决定 还要发动地面攻击 那讲到这个 美国的居中协调 还有以色列历来在历史上 和阿博周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战争 让我们想到过去 其实以色列有一个被号称贝鲁特屠夫 被号称推土基 被号称犹太之王的前总理夏龙 为什么会特别要提到夏龙 因为夏龙就是以色列总理当中 历任当中最鹰派的一位 他怎么鹰派 其实要从他的出生开始讲解 夏龙的父母亲 都是当初在1948年 以色列建国之后的武装组织的领导人 他们当时为什么要成立武装组织 因为他爸爸深信 我们以色列在这边建国 一定会跟周遭的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为敌 他认为如果要跟他们对抗的话 只有一个就是靠拳头 所以他爸爸当时率领了这个 我们所谓的武装组织 那当然 父亲的尔鲁木兰之下 他也加入 他从一个小连长开始干起 然后呢一直 这样子屡见其功 最后当到了一个少将 那他当初在一开始加入爸爸的这个武装组织时 他自己后来还有成立了一个叫101突击队 我们都晓得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 发生了第一次的这个中东战争 也叫尾巴战争 但是夏龙毕竟那时候还年轻还小 但是他从连长开始干起 创入101突击队之后 在第三次的中东战争 也就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 他当时就创 下了辉煌的战功 他怎么做呢 我们晓得那个时候 他大举率领了以寡敌众的以色列军队 击败埃及 那时候埃及的军事力量非常强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家就注意到夏龙这个人 不过真正让夏龙最后会成为 被人家称为叫做犹太之王 犹太人保护之光的这样的一个人 的战争是出现在第四次的中东战争 就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 听起来他无意不语 先是六日战争 现在是赎罪日战争 这一次打响了他的名号 变成了他的终身经典的代表作 那为什么会如主持人所说的 这次会让全以色列的人 都认为他是犹太人之光 是因为当时本来夏龙 已经以少将之退役了 但是他一看 赎罪日战争是因为 以色列当时是 忍不住房的被埃及给攻击 所以他决定重批占保 一样用他过去惯有的鹰派手法 他那时候亲自带领着部队 杀进西奈半岛 你要知道西奈半岛那个是 已经杀到埃及去了 对是一个埃及的领土 而且没什么人烟 那就算了 他还跨过了苏伊士运河 直杀埃及的领土的本岛 殲灭了他的装甲师 几乎殲灭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虽远必诛 你居然到了我 以色列这个地方来清门探户 我就杀得你片桨不留 所以那一次本来 大家以为 我们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以他战争 以色列会失败的 但是就因为夏龙的重批战袍 让以色列反败为胜 夏龙他的每一场战役 看到为什么叫战神 当然非常飘悍 当然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更重要的一个精神是 他不会轻易的抛下任何一个弟兄 是我以色列的士兵 我都要平安的把你救回以色列的境内 他看到了一个精神叫什么 虽远必诛 可是这四个字的背后 以色列人心中最经典中的经典 是这一帐 这个老人是谁 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会讲说 以色列人的民族的特性 就是加倍奉还 以眼还眼 对 因为这要从当初还记得 德国纳粹不是屠杀犹太人吗 成立集中营 那那时候呢 集中营的由屠杀犹太人的筷子手 之一就是这个人 阿道夫艾希曼 为什么我说 他是被犹太人 深恶痛绝的筷子手 因为当时啊 他们纳粹在处决犹太人的时候 在残杀犹太人的时候 一开始是先用子弹 就是通通战役 有看过新德勒名单吗 你都通战役牌 然后我们一发一发的打 那后来觉得这样太浪费子弹了 赞成一个直线 我一发看能够打几个人 再后来 这个艾希曼直接跟希特勒讲 他说我觉得有个方法更省钱 他说你干脆把这些犹太人的集中营 成立毒气室 毒气室是他提出来的 对 好 那你现在听到这边就知道 那你就知道犹太人有多痛恨他了 好 那当时 艾希曼以毒气室残杀了不少犹太人 那他的下场应该是要被法庭判决 应该要处死 处以急刑才对啊 没有哦 你知道纳粹战败之后 德国战败之后 艾希曼既然落跑啊 他既然混入了他们的俘虏营 然后呢 逃到逃到转转 逃到阿根廷去 那逃到阿根廷去之后 他就隐姓埋名 然后呢 开始啊 就在阿根廷这个隐居起来 可是 他虽然自己知道 以色列的摩萨德这个特务组织 一定会追悉他到天涯海角 而且他也知道以色列的个性 犹太人的个性 抓到他不可能就地政法 一定会把他抓回以色列公审 他只要想到他自己都觉得 他一定要 隐姓埋名 不要被摩萨德抓到 因为抓到可能就完蛋了 所以从德国出逃 他已经躲到距离德国地球最远的阿根廷了 可是他有儿子 他的儿子就很高调 他儿子在阿根廷呢 不但到处还一副就是 宣扬纳粹主义 然后反犹太 然后呢 还教女友 但他儿子打死没想到 他跟他爸不是都是 纳粹主义分子 然后反犹太人吗 而且你们现在就是应该逃亡 就应该隐姓埋名 要低调 他教女朋友这么巧 教的就是犹太人 但他自己不知道 他儿子不知道 就有一次呢 他就去这女友的家中做客 然后呢 也见了女友的爸爸 他爸爸从女儿这位男友的言谈之间 他研判 你就是纳粹分子 而且我觉得你爸爸很可能 就是艾希曼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的爸爸就跟他的女儿讲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情知 传回我们的祖国 让摩萨德知道 他就立刻 他女儿就把这个消息 我叫的男友啊 怎样怎样资料 他爸爸很可能是艾希曼 传回给摩萨德 那摩萨德当然啊 我刚才说了嘛 要抓仇人 踢牙海角 我都要追到你 当然这个阿根廷算什么 立刻派摩萨德的人去 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 他们觉得 这个人不是艾希曼 不是 他们觉得不像 为什么 这不是小艾希曼 他已经找到他了 他认为不是他 找到他儿子的爸爸 就是艾希曼本人 他觉得不是 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破破烂烂的 他心想艾希曼以前贵为二把手 那我柯林公 现在跑到阿根廷这样子 触破了 演得太像了 对 因为他爸爸演得很像 可是呢 回去之后 局长就认为 不 我认为这个秦之 是正确的 他的可靠性 很足 所以你们再和 我第二次回去再调查 结果果然第二次回去 有一个 让他们觉得 这个人真的有可能是艾希曼 原因是因为 那儿子啊 他继续和他那个 不晓得他是 犹太人那位女友 跟那个犹太女友继续交往 对对对 继续交往 他还讲 他说 如果德国人能够消灭犹太人 那就好了 而且他还常常跟他女友讲说 我跟你约会 但我不能带你回家 因为我不能透露我家的地址 那如果你只是个 一般寻常德国后裔 怎么可能会 又不能让地址外露 然后又一直有那种纳粹主义 越来越像 所以这次第二次去调查的 摩萨德的特务就觉得 你爸有可能真的就是那筷子手 那怎么确认这件事情 他们有照片 他们当初有艾希曼的照片 那你现在要确认的话 就是你再度能够近距离拍摄到 艾希曼的照片 拿照片来比对 摩萨德的特务 不但近距离拍摄到 真的成功拍摄到 艾希曼的照片 回去怎么比对 你知道吗 他把两张艾希曼的照片 放在一起 开始拿尺 精准的测量 现在艾希曼 他的眼睛到鼻子到下巴距离 跟以前艾希曼 眼睛鼻子下巴距离 要一模一样 他去量这个瞳孔的距离 去量这个鼻子的距离 量人中的距离 量下巴的距离 Bingo 局长是对的 他们就决定要抓 怎么抓 你不可能平白无故 在阿根廷的眼边 你跑到别人的土地上 他就趁有一次 艾希曼 因为平常每次都是坐公车回家 他们就特务 就假装车故障 然后在那条路上 然后结果呢 艾希曼从公车下车之后呢 他们在旁边修车嘛 艾希曼一经过 迅雷不及言了 嘴巴一嗚就把他掳上车 然后把他掳上车之后 不对啊 那你要怎么带回以色列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他们都想好了 剧本都写好了 他们趁刚好过一阵子 就是阿根廷独立纪念日 各国的外交官都会来庆贺 他们就趁以色列的外交官 开座飞机来庆贺的时候 他们就桥装成外交人员 然后把艾希曼压上 以色列的飞机 带回祖国去 我问各位 为什么不当场就把艾希曼给杀了 对啊 你杀了也可以 如果写真写他 我就一枪毙了你 就是因为他要在 所有的犹太人眼睛底下 公开审派他 公开来替犹太人复仇 而且当时呢 他们判他死刑 并将他处死之后 骨灰撒在大海 就是要让艾希曼永远回不了德国 也永远别以为可以在阿根廷躲藏起来 最后讲一件事 摩萨德当时为了要抓艾希曼 是如何以眼怀眼 彻底的追气到天下海角 都不放过他 当时他把他掳上车的时候 立刻将艾希曼上铐 和自己上铐 因为局长告诉他 你没有抓到他 你要是能够让他跟你脱逃 你也不用回来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艾希曼和自己尻在一起 艾希曼想逃 也插翅南非 尾巴战争第七天 今天传来这个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 幸存故事 这是一对父子 历经哈马斯的袭击 长达三个小时的生死瞬间 他们做出的宁可自我了结 也绝对不要被俘虏的决定 战争其实离我们并不远 但我们仅决心够吗 观众 以色列也离我们并不远 甚至台湾跟以色列的关系 比我们想的还要紧密 从最近的国舰 国造 到雄风飞弹 到国造战机 背后居然都有以色列的影子 是啊 现在的这个尾巴冲突 进入了第七天 很多台湾民众都想问 会不会变成今日以色列明日台湾呢 而现在45位的台湾的游客 刚从以色列返国 他们刚历经一个 惊心动魄生离死别的一个现场 他们回到台湾之后 其实也述说了 当地发生一些情况 这位陈先生呢 其实在过去有十几天的时候 他到以色列跟约旦之间 来做一个旅游 结果呢 他在回程的当中 从约旦要回到以色列的路途当中 哇 听到一个教堂大爆炸 让他相当的这个紧张 认为战争就近在咫尺 那后来当下的旅行团呢 也希望安全起见 先把各位所有团员呢 带往这个防空避难洞去 做个避难 后来决定 要全部人到这个约旦去 做个避难一个动作 可是呢 在路途当中呢 其实他看到的是 非常大规模的一个 大逃难的现场 很多以色列的边境民众 希望能够逃到这个约旦去 这个人数这个长度大概到3到5公里 这么多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他在现场也问了一下 当地的民众现场的情形 他说呢 以色列数十年来没有战争了 下一代啊 不知道战争的可怕 他听了这故事之后呢 其实他以有感而发 他想想台湾的情况 会不会我们台湾的下一代 也不知道战争的可怕 也提醒台湾的民众 千万要做好警觉 而事实上呢 其实他目前在以色列 可以说是非常紧张的情况 好 现在有个粉专他就透露说 他有个朋友叫做杜迪 他是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人呢 其实他在地 这个当地的机场来做地形 可是呢 他之前跟他联系的时候 他也非常怀念台湾的一切 来跟他叙叙旧 他当下没有讲到战争的情况 可是后来讲着讲着之后呢 他突然讲说 我要上战场了 我必须要接受国家的征召 我要回到战场上去保家卫国 因为我们知道 以色列跟台湾人的这个情况 比较不一样 这个很多人 发生战争的时候是往海外去做逃 可是呢 以色列的很多民众 是当下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们希望能够回国去支援 支援这样的情况 而他这个杜迪的朋友呢 当下呢 跟他挂完电话之后呢 他就准备要去跟国家报道 要上战场了 而随后呢 36个小时 这当中呢 这位粉专的这位先生 要跟这个杜迪要做联系 可是36个小时 通通目前音讯全无 这也让他觉得 深圳觉得说 原来台湾跟战争 其实也很近 为什么 因为当全世界的国家 很多人都认为 中国可能会打台湾 可是台湾人现在觉得说 中国可能不会这么打台湾 他希望透过这段故事呢 他写在脸书上 希望能唤起 大家对于两岸局势的重视 而同样的情况呢 也发生在香港 香港这个YouTuber呢 叫做明仔 他到了这个以色列 耶路撒冷里面的时候 也认识了当地的 以色列人波阿兹 他们呢 其实关系还蛮友好的 甚至呢 波阿兹还邀请这位香港的 这个YouTuber呢 到他家去做吃个晚餐 大家聊聊天 结果没想到呢 吃着吃着 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俊阳哥 他接到了来自国家的电话 要求波阿兹呢 立刻投入作战 那瞬间 原本大家还在这个 看电视啊 看目前的情况 大家还谈天说地 有说有笑的 瞬间气氛就僵了 你知道吗 而这个波阿兹的女朋友呢 听到他说 我男朋友准备 要收拾行李 要准备上战场之后 当下直接泪崩 哇 这个面对到生离死别 原来平凡的一天 是随时都可以改变 你就是知道 目前在这个以色列 战况是非常的严峻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 看到的就是一个 真可以形容是 触目惊心的 幸存实录 这对父子 就是我们接下来 讲的主角 他们能站到镜头前 历经了怎么样 三个多小时的生死 做好准备 宁可为国捐躯 也不给你服录啊 是啊 大家看到画面上 这对父子 其实住在以色列 比较南部的一个村庄里面 那当时呢 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呢 哈马斯要到处 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街上 甚至部落里面要干嘛 要去抓人质 那这个父子呢 其实呢 他们一个是当警察 一个是当军人 这个儿子是当军人 那后来呢 因为看到外面 家里的外头 几乎都是哈马斯的恐怖分子 他们要躲起来 那躲到哪里 躲到他们的所谓的避难所 其实他们的家 就有点像我们的金门一样 很多金门的住家 后面会有一个防空洞避难所 为了暂时所需 那他们的情况 其实也类似这样子 可是大家要看 他们躲在避难所的时候 那避难所空间非常狭小 而且非常闷热 非常湿热 据他的描述 他在里面像是在洗热水澡 因为太闷了 而且最多只能六个人一间 而且里面还养了一只狗 所以等于大家全部挤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你就知道 那个现场环境有多么糟糕 而根据他的描述呢 其实现在他居住的外围情况 那空气只充满了火药 跟弹药的味道 你就知道现场的气氛 可以说是非常剑拔奴障了 那他其实 他跟他儿子说 我们今天以色列的药骨气 我们宁可自杀 也不要被俘虏的感觉 所以他宁可被战死 他宁可死在战狼 死在自己家里 他也不要被这个哈马斯 抓去当人质 去当他服务 所以可以看出来 以色列人是抱着 必死的决心 在面对这场的战役 就是你把我逼到了墙角 我也要抓一两个哈马斯的 武装分子来垫背就是了 是 而且根据他描述 他躲到什么时候才出来 他躲到说 他听到外面 有人在讲阿拉伯语 在讲说什么 真主自大 听到这四个字之后 他才安心出来 因为这个真主自大 什么意思 是阿拉伯人要准备战死的 要身亡的时候 才会向真主喊出这句话 代表自己要死掉 所以他听到这句话之后 听到有人讲阿拉伯语 过一阵子他还走出来 因为代表外面已经安全了 可是同样的情况 在以色列的一个村庄 也发生这样的情形 这位是一个以色列的妇女 因为我们刚知道 这个哈马斯要抓 到处抓以色列的人 是要到这个加萨去 所以这个这位妇女 其实他集中生智 他跟他哥哥传了讯息 怎么办 这些哈马斯的人 在外头想要抓人质 那他现在非常紧张 他手边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堵住这个门口 他说他哥哥传了图片 你就用这个杆面棍 甚至用吸尘器 把那个门给他堵住 就像画面上你看到一样 他直接用一个交叉式的方式 把门整个堵住 后来根据他的说法 他用这样的方式 真的还躲过了哈马斯的追袭 因为当下其实哈马斯的恐怖分子 来来回回来了三次左右 但他当下都不敢出来 他一路躲在里面 那也好在有个杆面棍 跟吸尘器救了他 那后来他这被以色列的军队所获救 那后来其实当中 还有一些不幸的事情 就像我们现在要谈到 这位菲律宾籍的护理师 他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农场里面 他平时是当个护理师 然后要照顾一些病患 照顾看护 但是呢 现在哈马斯已经杀进到农村去 你知道吗 他现在连平民庶民都不放过 现在这护理师为了保护 他的这个病患 平常照顾的病患 他其实原本可以逃走 他原本可以一走了之 但是呢 哈马斯已经来势凶凶 他必须要跟这个病患 好好的 他也不放心的病患 所以他选择留下来 结果留下来怎么样 两个人通通都被杀害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哈马斯非常冷血 非常残酷 那这段故事呢 后来是透过耶路撒冷 一个副市长 把他写出来 他也感慨说 现在战争已经到这样的情况 不过话回过来看 我们要谈的是什么 我们从这以色列的启示 我们要想想想台湾 我们台湾有没有做好一些 备战的准备 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地方 这就是战争 无情的战争 以色列离我们很远吗 一修告诉我们 其实一点都不远 从潜舰 从飞机 从战车 从雄风飞弹 居然我们一步一脚印的研发背后 都有以色列技术的影子 是 但很多人想到以色列会觉得说 他的科技非常的先进 那台湾也是一样 科技很先进 那以色列人口 大概是一千万左右 所以他整个的国防形势 也非常严峻 跟台湾真的有一点 类似相近 我们都是国际孤儿 是啊 国际孤儿 而且重点是 在强敌环市的状况之下 随时都整个待旦 跟台湾状况很像 但不一样的是 在他们的心态上面 他们以色列人 刚才忘泽讲得非常好 就是整个 大家随时做好战备准备 可是有一点 跟台湾类似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经济量体 跟我们的武器需求 确实是非常接近的 那我们来看 很多人讲到 以色列这次会担心经贸问题 那王美花说影响不大 当然我们知道 王美花最喜欢讲这句话 但是事实上还真的 影响相对是小的 反而是大家在观察的是什么 观察是说 比如说以色列的军武 跟我们的合作 刚才俊香哥有提到说 前提方面有什么样的合作 我们来看 像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潜见国造的事情 海昆号那个S型的船舵 我们可以看到 它旁边有新增两片水平安定翼 那就有学者说 这个以色列的海豚级潜舰的配置很像 没有错 因为大家知道 以色列的海豚级潜舰 到现在还正在新建第六艘 它有五艘服役 那一艘正在生产中 是一个非常先进 而且好用 对于所谓中小型国家来讲 这个用途是非常大的 它总共是1900吨长 那1900吨长是57米 下潜深度是350米 大家有发现跟海昆真的很像 我们海昆可以说 就是放大一点点的海豚 因为海昆是2500吨长70米 然后重下潜的深度是350米 你看几乎参数非常接近 所以以色列在我们的军工里面 事实上一直扮演着一个 非常神秘的角色 所以这次以色列出事的时候 大家都在想说 我们更担忧的是 这个海这样所谓的武器的合作 能不能够继续吗 那还有什么 例如说像路透社 也有透了另外一点 2021年的时候 这个帮台湾制造这个浅舰的 事实上就是在2013年 在直布罗陀成立的一间公司 它叫Govern Limited 但是它背后厉害了 它背后是两名以色列人 一个叫Coopers 一个叫Bazer 那这两个 你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军武 其实跟以色列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那再例如说 当年我们在造IDF之前 大家知道吗 也许我们的这个战机国造 可以更早 因为本来以色列有派人要来试着 要来帮我们发展 这个所谓的幼师战机 当时是有什么呢 是由以色列航太工业 就是IAI 要来台湾来协助自制 所谓的国产战机 当然我们都知道 称称国产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很多 技术上的一些指导 而以色列刚好跟我们 非常的接近 不过当时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跟 沙特阿拉伯 就沙奥地阿拉伯的这个外交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是缺氧缺缺缺能源的 所以跟阿拉伯国家之间 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所以最后因为这个敏感的关系 最后被这个政府给否决掉 不过后续在金国战机制造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国造这个战机的相关经验 还是有应用上 那另外讲到战车 大家知道我们最近跟美国买这个M1A1战车 大家说这个世界最棒的坦克 其实以色列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它的战车叫做梅卡瓦 梅卡瓦战车是号称全世界上 防御能力最强的战车之一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引擎式是放在战车的前部 非常的坚硬 那当时也有跟台湾来报价 只不过因为它报价比较高 另外也考量到台湾的国情的问题 因为台湾比较难发生 大规模的陆上坦克作战 跟以色列旁边沙特阿拉伯 这些阿拉伯国家 都是一马平川的这种状况 还是有点落差 所以是差别在这里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今天世界三大火药库 已经爆了两个情况之下 台湾的国防的安全 是更加的严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台湾跟以色列 在军武方面真的是 铁杆兄弟 所以这次我们特别会来关注 以色列的大反攻 整个后续 要知道 他对加萨 哈马斯的狂轰猛炸 过去六天的投弹量 吓死人了 居然用掉了美军 在阿富汗一整年的数量 以色列希望 这是对哈马斯 最后的围剿 战完这一回 哈马斯就没有明天 但外界看不懂 以色列为什么只轰炸 它不是有36万坦克大军 怎么为而不攻呢 马老师今天为我们 来解读一下 背后藏着 怎么样的打地鼠密码呢 以色列军方突然出来说 我们到今天 已经对加萨走廊 投了六千枚炸弹尺 惊心动魄啊 为什么 六千枚 加萨走廊 就比台北市大一点点 六千枚简直给它 轰成断圆残壁了 好 大家来看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 这是美军在阿富汗期间 每一年一整年丢的炸弹 一整年 对 你看最低的 它一年只丢947枚 最高的 它一年是丢了7423枚 我懂了 六天就丢了6千枚 对 它在阿富汗最多的一年 也不过丢了7千多枚 所以你看 它一年比阿富汗 一年丢的差不多多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北约当年打叙利亚 整个攻叙利亚过程中 全部总数7千7百枚 我懂了 所以这个6千 真的是吹枯拉朽 这个多国联军 当年打伊斯兰国的时候 每个月大概2千到4千枚 所以这个6千枚是不可思议 第二个不可思议 各位 你看这是以制列空军F-15 是 带着三枚 你知道它6千枚是什么炸弹吗 一看这就明白了 这什么炸弹 接电2千 精准炸射的 接电2千简单说 它的每个炸弹上面 是 有全球定位系统 对 有惯性导航系统 对 它是精准炸的 它不会炸到别的地方去 来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精准到什么程度呢 它要炸这个大楼 注意它炸这个大楼 准到不行 你知道吗 它得多准 它准到为了避免伤疾无辜 它做了两个方式 一个 我刚讲它是精准制导 是 所以它一枚炸弹这样打下来 一枚炸弹这样打下来 一枚炸弹这样打下来 是 所以你可以在影片里面看到 不可思议 它的第一个全部都打到这里 第二个 你以为它打中就爆炸吗 不是的 它有砖地的能力 我如果打中就爆炸 我只炸到上面而已 只炸到上面而已 它整个打进去以后 砖地 砖到底部的时候 砰一爆炸 所以你看到大楼是整个 垮下来的 好 它有最科技的岩石引线 所以因为岩石引线 所以它可以炸到下面 因此 我告诉你 美国现在第一批最神秘的 这个运输机 飞抵以色列 结果各位看 独家影片曝光 哇 这些都是JDM 全都是JDM 两千 我问你 它打了六千枚炸弹 它要干什么 你说 简单我要跟大家讲 你看 这是加萨走 这里是跟以色列 接壤的地方 所以它36万大军 要打进去其实很容易 这样过去 甚至还可以从地中海 那边打回来 但是它里面地道密布 以色列曾经找到36条地道 这个36条 总长多少长 100公里 哇 吓死人了 所以以色列要六千枚炸弹 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把地道炸掉 第二个把建筑物 因为它的建筑物很多 是 炸掉以后 让我的地面部队 有一个战斗的通道 是可以走的 这个地方人口太密集了 对 2021年也发生一样的事情 以色列也是在那边 急决大军 说我要打了 也是为而不恭 要开始做事 要打进去了 一做事要打进去 哈马斯立即下令 全部进地道 但你全部一进地道 那个动静太大 我的无人直升机 跟我的卫星 全部都看到 也凭着你下 我全盯住了 盯住了 因为你进出频繁 好 我就知道 你的地道是在哪里 各位看 以色列的精准打击 有多厉害 这个是事后的卫星照片 他看 当时以色列 棒棒棒打 你知道这是马路 各位看 这是大马路 以色列炸弹去炸马路 很多人都在想 你一枚一枚一枚去炸马路 注意看到 没有一个房子倒塌 是 他全部炸到马路上面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次 结果炸完之后 一出来弹孔 各位看 找不看这个照片 这么多的红色圈圈 每一个 弹孔 这是个马路 对 这是个马路 是 你看他弹孔 打得多精准啊 哇 真的 这是多 钉钉子的概念 多准啊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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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而且这是什么 地道 全部都是地道 而且主要的地道 哈马是躲在里面 他的武器弹药都放在里面 那都被我 你看到没有 他一个洞一个洞 打马路 这是马路 他不打屋子 下面看到没有空的 空的空的空的 地道看到没有 而且你说 把地道打个洞 没事吗 错 他不是炸个洞 他是冲击力 打个洞 是 他下去之后才爆炸 连出引爆 对 然后你里面 你看各位观众 你要看 多很多精准啊 每个地道 就正好打到正中心 对 那你这样连环一爆 对不起 地道里面的 完全无法 幸免于烂 所以马老师 这个2021的这一仗 非常经过精密的盘算 我就让你跑 你跑了进出 我就知道地道在哪里了 对 所以这一次 他弄了三十几万大军 放在那边 是 迟迟不动 对 做事好像要动 对 会不会是复制 哈马斯 这几天 是不是有跑到地道里面去 以色列的这个间谍 无人机 还有卫星 有没有看清楚 看清楚的话 有没有把他的地道 通通弄出来 这六千枚炸弹里面 有多少枚 是去把地道给毁灭掉 七天了 以巴战火到现在 双方死亡人数 直逼三千人 大屠杀的第七天 以色列总理 PO出这个 让人不忍足堵的画面 哈马斯在施科否认 没有急刑处决婴幼儿 但是一张一张照片 36万的乙军装甲洪流 已经等一声令下 准备随时 开进加萨 清剿哈马斯 今天另外一个 更棘手的发展是 哈马斯现在开始减少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为什么 明显在非常有限的 军武库存 准备要长期战争 中东大战居然越缴获 越多国家缴进来了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以色列在处理加萨走廊 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现在是进行 所谓的 先去轰炸 目前为止 用派出飞机 或是用飞弹 轰炸加萨走廊之外 目前为止来说 以色列的军队 已经集结在加萨附近 目前为止 除了他们的长辈军 还有后辈军 已经集结了36万 那等待这个领导人下 因为目前他们在评估 进入加萨的 所谓地面战的 任何的状况 随时大规模的 准备要随时开战 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对以色列 或是对美国来说的话 眼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到哈马斯之前 抓了非常多 以色列或是说 还有外国人质 里面有说 这个目前美国是说 大概有20名左右的美国人质 目前为止 美国跟以色列 可能要进行 所谓的人质解救的活动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画面 这画面是什么呢 这画面是以色列的特战部队 目前为止来说 进入 可能在这个 以色列的囤肯区 或是进入哈萨 这个所谓加萨走廊的部分的区域 开始扫荡哈马斯 然后同时希望能够把 很多的人质救出来的一个画面 好那 事实上以色列已经成兵在 这个加萨走廊的外面 那当然哈马斯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已经知道说 看起来的话 你可能要对我进行一个推评 因为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说得非常清楚 这些建筑物都不复存在 只会有一个一个的这个帐篷 所以言下之意是 大战即将展开 那哈马斯当然要准备筹备啦 那哈马斯的筹备是这样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其实 他们都曾经用非常多的火箭炮 去轰炸这个以色列当地 那目前为止他们就说 我们现在要求了 把每天的火箭单的这个数量 降到月末是200到400枚 以前可能有到五六百 甚至更多 那降低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未来要进行一个 持久战的一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 在加萨走廊这一边之外 昨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消息 就是这个以色列炮轰 这个叙利亚的两个机场 一个是大马斯格的机场 一个是阿勒坡的两座机场 那为什么要炮轰这两座机场呢 被人家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两座机场 我们都知道说 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哈马斯 后面的老大哥是谁 有人说说伊朗 那伊朗可能会用这个所谓的 这两座机场呢 把相关的这个物资 运到这个 包括说大马斯格 还有阿勒坡这个地方 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要嘛是进入真主党的手上 要嘛是进入这个哈马斯的手上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人家拍到的 这个伊朗运送坦克还有军备到机场附近的这个情形 那另外 为什么要炮轰这两个机场呢 因为昨天被传言说 伊朗的这个外长啊 这个阿布都拉西安 他可能原本呢 要去跟叙利亚相关的外交部长 进行一个这个所谓会谈 他们可能要谈谈 这个接下来的这个 战行的这个状况 但没想到 因为这两个机场都被炸毁了 没办法使用之后 就折返到回德黑兰 所以看起来的话 目前为止整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的冲突 还在升高的这个态势之中 好 整个事情最具最具争议的话题 就是哈马斯被指控 被怀疑 他对于以色列囤肯区的这些 因幼儿处以疾刑 非常惨无人道 虽然哈马斯极口否认 但就在此刻 你看到了 以色列总理他丢出了一串的照片 让人真的是不忍阻堵啊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要打了一个是国际的舆论战 那当然以色列来说的话 他要正当性 他目前为止 进到这个加萨走廊的军事行动 于是他又po了非常多照片 纳坦亚胡po了非常多的 包括说像这个儿童 这个儿童的这个躺在这个床上面 然后可能被屠杀这个状况 甚至你可以看到这照片里面来说 身上还有非常多的弹孔 这弹啊 那他看得不能阻堵 那就是哈马斯虐杀儿童之外 他还给你焚尸的一些照片 我觉得看了 要是人看的话 都会觉得人神共分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了 这个以色列总理的纳坦亚胡 这样就是用这样子 来当成一个正当性 然后痛批说 这个哈马斯呢 比ISIS就伊斯兰国 还要更加糟糕 我们到伊斯兰国来说的话 事实上是很多中东国家的梦魅 很多中东国家 其实还比较怕伊斯兰国 那他等于把哈马斯挂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或多或少 削弱部分所谓的中东国家 对哈马斯的支持嘛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以色列军方也在很多地方来说话 在哈马斯犯下罪行的这个地方的现场 发现到说 过去还有这个ISIS的旗帜 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是 他们现在想把哈马斯跟伊斯兰国 两个把它完全连结在一起 好那既然是 你是恐怖组织 而且是整个是沙无社的 这个恐怖组织的时候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了 这个加萨走廊 可能会出现所谓人道危机 你们要不要放 这个让他们放松一点 那以色列的能源部部长卡茲就说了 他说在以色列被绑架者返回家园区 不会打开电源开关 水棒 而且也不会有加油车进入 也就是说 你要跟我讲人道 你先把我们的人还回来的状况吧 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除非那些人只能够先回到这个 这个以色列 否则 以色列是不会对加萨 有所谓的人道救援的这个部分 那目前为止就是这样的态势 好那我们讲 以色列跟加萨两边 这样是目前为止 以色列跟哈马斯两边 在这边互轰之外 海外的这个情形来说 当然有人支持以色列 但是也有人声援这个巴勒斯坦 包括说这是一个纽约大学的 法律系的这个毕业生 他叫沃克曼 他都写的文章就说 哎呀我觉得这个 这个事情来说的话 巴勒斯坦呢应该是要 这比较处于一个弱势的状况 他说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他支持巴勒斯坦 而且他认为以色列要负起的一个权责 但没想到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这样说来好像有点 这个政治不正确 或者说目前为止的国际氛围不是这样 那他所属的Winston 还有Strong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的 马上就把他的工作机会给取消掉 所以你看到其实 目前为止来说话 在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组织的 这个作战的过程里面来说话 当然战况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如何在你的这个攻击 具有这个正当性的这个部分来说话 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 双方都在互相指责对方的一个状况 好听到这个地方 你就会看到 有残忍展开攻击的哈马斯 就会有更勇敢保卫国家的以色列人 现在在我们视频现场是加章 加章曾经亲自到过现场去采访 尾巴冲突 在那一次你说 在你记忆当中留下最深刻的是 一个身影 这个身影是谁 面临到生存危机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团结 即使过去这一年 以色列国内的政局是不稳的 他们内部对于国内的司法改革 还有反对党对执政党 有相当多的意见 可是大难当前 男女皆兵 每个人都会想办法贡献自己的责任 或者是依照自己的专业分工 去做该做的事情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他们以色列人 他目前面临到这种冲突危机的时候 最大的特性 我觉得我当时采访过一个 救护车的驾驶 他其实不只是驾驶 他还是一个救护员 而且他的救护车是装有钢板 他的救护车装钢板的目的是要防止 防止这个二次的攻击 因为这个武装分子有可能会攻击 再有伤患的救护车 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这个救护员他下班以后 他回家的时候是开着他的救护车回家 我说为什么你要把救护车开回家 他说当我的救护车回到我家的社区的时候 我的社区就是一个紧急的救护站 所以以色列有很多的救护车的驾驶跟急救人员 他是下了班以后或者是不轮值的时间 就把车开到各地去 我们可能在海边看到很多救护车聚集 因为为了活动的需求 但这样的人他会认为他即使是下班了 不工作了 他还是心心念念的知道他的责任 要为这个国家跟社会奉献力量 这个就是他令人非常尊敬 而且印象深刻的一面 好谢谢嘉章告诉我们你的 来自以色列的一个观察 但廷辉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更棘手的发展是 伊朗已经登高一呼了 然后大家担心的是这一场战况 会不会进一步升级 关键在哪里 美国啊 对美国已经涉入到这件事情非常深了 我们知道说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谈刚刚讲的纽约大学的那个学生 他为什么声援巴勒斯坦 后来被法律事务所去解雇 就是不让他有工作机会 这样的状况其实在美国所有的华尔街的 所有的相关的金融体系的相关的公司 都有这样的声明 就是说你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不管你多么高财生来讲 没有用 你只要去声援巴勒斯坦 我就不会雇佣你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其实在这一场这个人质事件当中 哈马斯也夥夺了25名美国人的生命 也就造成说现在美国 布林肯到了这个以色列之后 他也要协助以色列来拯救 剩下的150名左右的人质 所以今天美国讲 拜登虽然说我不会派地面部队去 但是他现在要派什么东西 派特种部队过去 特种部队就要协助去营救人质 包含什么 大家耳熟了讲的海豹部队 海豹六队过去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所谓的三角洲部队 都会到这个以色列来协助以色列特种部队 要进入到这个加萨走廊 来营救这个人质 那你知道现在布林肯去了之后呢 同时也带了一个谈判高手 就是谈判高手就叫吉伦 这个吉伦呢干嘛呢 准备要跟这个哈马斯来之间 来进行斡旋 来谈判 如果真的救不了人的话 那看看这个特种部队要用什么方式来营救人员 这现在来讲的话 很多的这个情况 这个进度都已经在跟以色列政府来商谈了 但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海豹六队 事实上大家都虽然耳熟能讲 但是你知道吗 他要经过非常极度困难的训练之后 才能够成为海豹六队的成员 你知道他五天之内 他必须这个所谓的跑320公里左右的 在哪个路径 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他不能有睡眠时间 基本上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也就是说他要斤斤斤斤斤的 这个等着敌人 或者是说准备要突击敌人 那这个海豹六队 碰上了哈马斯的这些 过往可能在伊朗 或是在中国受训的相关成员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把人质营救出来 也就成为这一次的关键点 好你给我们看到 刚刚讲到的海豹六队 当时在这个巴基斯坦 在这些地方拿下了宾拉登 那是一栋固定式的独立民宅 这个是一整片神出鬼墓 你完全不知道 这个就是更加更加棘手的一个任务了 对 更麻烦的事情是 当时在巴基斯坦的时候 这个宾拉登是躲在这个别墅里 躲在这个住宿的地方 后来这个海豹六队冲进去之后 然后把它疾病之后 这个短短花了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被夺走 就绑架了这150米的人址 散布在整个加萨走廊 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可能在地底下 可能在什么地窖当中 可能在什么堡垒当中 那他的这个哈马斯的成员是分散的 所以现在变成说 你要进入到加萨走廊 进行巷战的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哪一栋 你不知道哪一栋成员 我到底要救多少人 所以现在能讲的话 就是能救多少算多少 现在已经变成以色列跟美国的特种部队的相关的一个共识了 邀请您一起加入五七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挖针架 请订阅我的名字